呃 其實我覺得比較的這些東西都是外在的 就是外面人在看 那大家的幸福 大家的生活只有兩個人知道 我覺得真正你在家裡面 或者是兩個人關起門來是不會去做這些比較的 就是幸福 開心 然後兩個人非常的協調就夠了 我自己挖坑給自己跳了嗎 對啊 所以是想說你要帶那個大一絲來可以曬最好的時間嗎 大家都可以來看 你也可以帶 嗯 嗯 好啊 嗯 有沒有跟他公司這樣多一點 是有道理的意思 我只有在就是他的版面下留言而已 沒有沒有沒有打電話這些的 你會不會再做做什麼 嗯 我其實蠻佩服他的勇氣的 就是各種 他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勇敢的女孩 然後他 不放棄 追逐幸福的勇氣 我真的很 很佩服他 然後也非常的恭喜他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都是好事 嗯 我覺得可能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是曾經交往過 然後再分開嘛 我們就是一直都是朋友 突然有一天就 嗯 嗯 原本這個事情 對就有點難說 嗯 其實 我覺得比較的這些東西都是外在的 就是外面人在看 那大家的幸福 大家的生活只有兩個人知道 我覺得真正你在家裡面 或者是兩個人關起門來 是不會去做這一些比較的 嗯 就是幸福 開心 然後兩個人非常的協調就夠了 嗯 開心的做自己 然後也讓對方很自在的做自己 嗯 好事 好事總是讓人期待嘛 嗯 那就希望大家祝福 然後我就認真過生活 認真過生活 然後期待有一天跟大家說 分享好事 分享好事 嗯 把好事分享給大家 對 慢慢激發 很適合 哈哈哈哈 你們早上一看到那個新聞 我跟玉芳已經先 我們先來來來去說 你的舊愛是誰 你電話號碼犯了沒 哈哈哈 你會找一找啊 但我的確是有朋友 他在離婚的那一秒鐘 他就馬上打電話給舊愛 謝謝 連玉芳站大S勇敢再婚 普居運夜私下人品超好 今天在舒嬅的時候 我就看了一下新聞 然後就看到大S這個新聞 其實我真的蠻佩服他的 我說實話 他對前夫完全沒有口出惡言 然後也是很勇敢的 因為我看他們是20年前就曾經交往過的 他是非常很勇敢在追求他的很向往他的愛情 很認真的去追求他的幸福 我覺得其實很少有女生可以這麼勇敢做這件事情 你還有跟初戀嗎 初戀沒有耶 電話號碼換過 我的電話號碼換過了 好像找不到我 好簡單啊 找我簡單 當然簡單 怎麼要找 電視看我就知道 看電視就找不到人 是不是要先買給我 來這裡等我 我來這裡門口等就好 我來這裡等就好 沒有再回頭交往 就是說變成是朋友的關係 你要看我可不可以吃啊 我覺得沒辦法 因為結束就是結束了 早上一看到那個新聞 我跟玉芳已經先 我們先來來來去說 你的舊愛是誰 你電話號碼換了沒 你會找一找啊 但我的確是有朋友他在離婚的那一秒鐘 他就馬上打電話給舊愛 他們覺得他們在未來 就是不太容易遇得到 他們似乎的人 但是舊愛有可能 因為舊愛畢竟是 是頭之尾 對 但是比較曾經有過熱情 這也給我們 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分手的時候 一定要分得漂亮 不能夠吵架 人情要留一線 真的不知道哪一天 對 剛剛跟王君大哥小小聊了一下 他有說 是要去經營是不是 營不容嗎 然後他其實是一個人品非常好的人 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他這三十年來都 二三十年來都還是單身 他一定內心裡面一定有他的堅持 是一個非常圓滿的結果 最重要的不是這個過程 最重要是你最後跟你攜手白頭的那個 沒有就是勇敢 他真的很像他 第一個我覺得你要這麼勇敢 一定要是非常獨立的 不管是經濟上獨立或是資產上獨 他一定是非常獨立 而且他非常認識自己的人 所以他可以這麼勇敢做這個決定 我相信不是每個女生都敢做這樣 是 而且他是公眾人物 他要面對的是大眾的檢驗 以及這些批評指教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就是很做自己 勇敢 很崇拜啊 讓人不得不 對 我覺得女生也是在婚姻裡面 或是在關係裡面 是不要失了自己 對我們很堅持做自己 你才會到現在 對 太堅持做我自己 他也太堅持做自己 對 堅持很堅持